车站内女孩刚刚送别的新婚的丈夫 战友看到这一幕一个接一个的下车 将她高高举起 两人四目相对 接着就拥吻在一起 目送着卡尔离去 小美心中竟生出了失落的感觉 这里就有人要问了 丈夫出征打仗 妻子不舍不是很正常吗 但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军人家属的津贴而在一起的呢 虽然是假结婚 但爱情的萌芽已经确确实实的在两人心中滋生 为了能够瞒过战友两人假夫妻的关系 他们住进了同一个房间 而且这里只有一张房 卡尔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心中生出了胆怯 看着这个外表坚毅的大男孩 竟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小美忍不住上前安慰 气氛逐渐开始暧昧 两人情不自禁的相拥 接着就发生了夫妻间该发生的事情 隔天小美就送别了卡尔 她在临走时留下一张纸刀 上面是她哥哥的电话及住址 意思很明显 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小美回到了酒吧工作 卡尔则来到一线守卫家园 可能是那晚的缘故 两人的关系竟不知不觉地开始亲近 小美向她说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还有那遥不可及的世界旅行 卡尔在部队通讯受限 可还是会想尽办法分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很快他们就从文字变成了视频 在遇到卡尔之后 她经历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君嫂人生 银感泉勇 歌词开始变得丰富 很快就登上了备受瞩目的舞台 唱片一经发出就销售一空 事业蒸蒸欲上 可一个噩耗伴随着喜悦的气氛 接踵而至 卡尔在战争中受了重伤 择日就被送回了这里 她想起卡尔临离开时说过的话 通过纸条找到了哥哥家里 可却见到了卡尔的父亲 一家人来到医院 可看到父亲到来 卡尔本该高兴的脸上却出现了愁容 两人的关系本就不和睦 再加上父亲退休前是名军警 如果让他知道两人假结婚的事情 他一定会选择大意灭亲 将他告上军事法庭 支开家人后他告知了小美自己的想法 果然生性多疑的父亲 怀疑到两人 决定每两周就去看望一次 陪同卡尔做康复训练 他们回到家后就开始布置 尽量的制造出同居的样子 实际上卡尔每天都睡沙发 不出意外 这样的精心准备 即使惊艳老大的父亲 也没能看出端倪 冷静的阳台不知从何时起 多出了一对年轻男女的身影 空荡荡的客厅充满了欢声笑语 两人短暂的相处 让小美再一次有了感悟 新歌发行 她的声望再生一个台阶 卡尔的腿也开始有了好转 两人还共同养了一只狗 关系愈加亲密 小美第一次帮助行动不便的卡尔洗澡 看到腿上那深深的疤痕 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眼前这个男人的坚强 于是卡尔第一次有了 上床睡觉的待遇 在父亲没有来查岗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也会登门叨扰 两人渐渐开始接受彼此 当初假结婚的念头早已抛之脑后 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直到这个电话的到来 让卡尔即将面临六个月的牢狱之灾